首先很感謝大家的支持和鼓勵 我們的羅宋湯受慶了 剛才有很多向遇者中 我本來還有一包 我剛剛今天受慶到最後幾包的時候 突然想到我還是先領一包 因為我都很久沒喝了 看到一個客人向遇的時候 其實我心裡也有一個 突然間有一個慈悲的念 不如讓他喝吧 他也這麼慘 專門上來想買一包湯 但後來想一下 給他喝我就沒得喝 沒辦法 尤其是我們下一批何時來呢 這真是很視乎情形 因為其實我們本身為何會有肝包買呢 就是肝包本來是準備交給那些酒家酒樓的 但那些酒家酒樓所說 餵給你哥不要玩了 我們農曆年前 能否開到成問題 能開到今年這樣的環境 老實說 我不是說我們的網友沒有錢 我們通常交出去的那些 尤其是過年 這些一定是一千多元一隻的 吃1299、1298 或者在那一盤 吵你想一下 四萬元一圍的 有些酒家做這些 三萬多一圍的 那些團連飯 才會放這些貨進去的 喂 不要玩了 因為現在那些人會沒有錢 而那些人沒有這個心機 其實吃東西都很講心機心情 是 是 於是我退了 包完我還有貨的 但是羅宋湯 其實為何會有賣這些一批人 我上次喊一些孫 成本很高 看看我 看看怎樣 但實在原來我幾千包都買得到 但是儲存的問題 因為我們地方有限 實在太多 雖然那些包包也不太好 所以大家留意 如果還想喝湯的人 我們羅宋湯來了會再說 當然 其實我最想阿正都很希望 但我想這個機會很低 那不是我們要賺錢的 而是我們的開心分享 因為那天我給阿水王和阿正 試了我們的佛跳場 嗯 是不是很冷靜 哇 厲害 真的有 我吃蚵蚵魚的之前 嗯 那些佛跳場的水平 我們一般 我沒有阿正那麼高級 去蚵蚵魚吃佛跳場 我就是在明星酒家吃佛跳場 那麼大鍋都是148 其實是一個湯來的 就是羊羊有一點 就是一些燉湯 這個佛跳場 首先我要這麼說 有些年輕的朋友就不知道 其實這個菜譜 這個做法 就是我們偉大祖國 其中一個偉大的元帥 還有我們廣東人 嗯 葉劍英 是 那個家主 流下來第二代 葉劍英那些家族很厲害 那個家族我沒有去 要不要去家族 這個味道 甚至乎你也吃過我們的鮑魚 其實是有阿一的水準 甚至乎有些領導 偉大祖國的領導說 他比阿一還好吃 還是不要說 也太難了 因為為什麼呢 不要說賣多少錢一碗 因為日本有好想大排斥 有魚肚 有鮑魚 海參 海參 花膠 花膠 什麼都齊 什麼竹生 冬菇 冬菇 什麼都有 一碗就變 湯也很好 我也不懂得說 鮮甜 一碗其實我要最便宜最便宜 就成本價 差不多 因為運費太貴了 真的一碗 大約賣三個水 我就不用輸 魚肩甲有微利 真的微利 可能10元20元一碗 我不是覺得你們賣不到 我覺得我們的客人 說真的 人一世買一世 賣一家五口都是五碗而已 問題就是 我應付不了 因為包裝一碗一碗 我來2000碗 都放不定了 其實老實說 我們來200碗都放不定 200碗 我搞這麼辛苦 你們怎麼撿3000元 我們那邊經常想錢 還要想 很多麻煩 要付出那件事 要不然我真的 這些都不說賺不賺錢 真的開心 這碗真的好吃 那間 富東 好像叫 好像阿一的徒弟 但是不知道 現在不知道是否難得 都很久還沒有幫到 好像收拾了一點 如果我們在酒家外賣 我這碗起碼賣七、八個水 一碗 都不會覺得貴 老實說 當然不貴 吃過就明白了 我吃得到吃 你們這些混蛋 要死掉這麼多次 吃一碗來吃 就想到我是不是假的 是不是粉絲 那隻鮑魚 我都說一看 就是那些高級酒樓的光鮑 是在佛教場裡面而已 真的OK的 不過不要說這些了